欢迎订阅收看开播大众华新闻 为了提供专门运动 新港香港所在苏家基盘 办理数据夜跑集点活动 完完结束 民众只要收集五个点数 可以对外交部离开 但是收集到专门七点数 可以参加莫采花党 总共有八千领处参加花党 新港香港所为了提供专门运动 特别在苏家基盘 办理列列列夜跑集点活动 就向今百五年到专门运动 华东书就讲台会议 今年七月中处 总共起因八千领处参加物非常劳热 本来是有八跑 结果凯米台风停办了一次 所以剩下七跑 我们今天参加七次的 可以参加莫采五次以上的 可以领两百块的礼券 让他们再去买东西 我们的莫采还有很丰富的奖品 电视 厨师机 工碗机 还有很多很多的奖品 总共两百多项的产品 希望我们的乡民能够得大奖 夜跑活动专顶台幼三公里做乡 只要随着五个点数 带党对外叫不乱关 专顶参加莫采五 带党这个点数 可以参加莫采五 今年总共有239种的平衡 包括电视 并收丁家庭 总聘得往丰富 电视机一台 广东乘车里来来吃 我一直都觉得 我们公所非常有心 来举办这个夜跑的活动 让我们的孩子在暑假的时候 不会一直待在家里面看电视 或者是玩手机 有机会出来活动 流流汗 运动 那其实对大家的健康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我相信这么踊跃的参与度 我们公所也办得很有信心 希望以后从去年办 今年这么踊跃 到明年后年以后 每年都持续的办 也希望大家都一起来参加 我们已经去平衡这次 这次可以看到很多都是 整个家庭 老中亲三代 十几月二十几月人 做会出来运动 然后乡亲是出的全部 做会参加 你看你是新港苏吉夜跑活动完毕结束 也跟大家收拾 每年才有记录 大家欢迎订阅 我们也欢迎订阅 新港彩虹报道